HELLO 大家好 我是滾滾足弓的台主阿航 非常感謝正在收看滾滾足弓的你 因為我們共同完成了一件非常溜的事情 就是滾滾足弓的訂閱呢 正式突破了6000訂閱 那為什麼6000訂閱是很值得高興的呢 因為6000就是20個300分 那20個300分距離我們的 300萬訂閱只剩下499倍之搖了 也就是百年老店今年第一年的概念 在那之前呢 我們就需要分享更多好的技術給大家 讓大家更喜歡保齡球 今天的課題就是教大家 如何學會用一個箭頭 就可以打到球道上的所有球瓶 這個觀念我發覺很多球打得不錯的球友 也不知道 那今天就把這個Pickball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就先來挑一顆合自自己的攻球吧 我們走 挑選保齡球呢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顏色嗎 不對喔 顏色在攻球裡面 代表的是不一樣的重量 所以像這顆橘色的球 它就是八棒 所以就有點太輕 那我們要選擇的是適合自己的重量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適合自己的長距 那通常呢 越輕的球 它會 孔會越小 也會越窄 例如說 像這個球 這是 特別寫個八 就是八棒的 這個根本就插不進去嘛 所以呢 我們就千萬不要去選這樣尺寸的球 這個也放不進去 所以這個顏色是九棒的 這個就差不多 全保齡球有三個要素 最重要的呢就是掌距 掌距的話 就是我們這邊 不要有太多的空隙 那也不要拉得太緊 拉得太緊的時候就容易受傷 所以這個掌距是還不錯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洞的大小 這個的洞呢就是相對於我比較大 那因為不是定制的沒有辦法 我們再試試看別的球 這個的掌距也還不錯 那這個洞的大小我覺得還OK OK 那我今天就選這顆球來做示範吧 好 在我們開始打之前呢 有兩個技巧是我們要知道的 那分別就是中間的這個圓點 以及在中間的這個箭頭 因為在犯規線這邊呢會有七個圓點 這七個圓點代表的就是這七支球屏 那最中間的這個圓點呢就是代表我們最中間的一號屏 那在15尺的地方也有七個箭頭 最中間最遠的那個箭頭呢也是指的一號屏 那我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讓自己離手的時候 打中間的這個圓點 經過中間的箭頭打到一號屏 如果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就代表我們校準了自己的準度 可以來做各種的修正 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啦 要校準我們保齡球瞄準的GPS呢 在那之前我們得先了解我們的主視眼是哪一支 那什麼是主視眼呢就是我們看東西主要的那支眼睛 記得訂閱滾滾諸公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第一時間收到滾滾諸公的最新影片 為滾滾諸公點贊就差你一個 訂閱滾滾諸公拉近你以300分的距離 那怎麼找出我們的主視眼呢 首先我們比出一個三角形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只看得到球瓶 我們分別閉上了左眼跟右眼 我閉上左眼的時候看到的是完整的球瓶 閉上了右眼看到的是這樣 我就看不到球瓶了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右眼是主視眼 所以我們待會就用右眼作為瞄準眼 來對箭頭以及想要打的球瓶 知道主視眼之後呢 我們今天的瞄準就是以我們的主視眼 對著中間的箭頭以及球瓶 這三個點連成一直線 就是我們今天要瞄準的工作囉 那我們就正式開始吧 好 那我們就進入球道了 先前跟大家分享過呢 我們的頭 球以及我們的出走點呢 大概是在一個直線上面 那其實在瞄準的時候 最好就是我們的主視眼跟這三個 是在一直線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呢 就是主視眼對著中間箭頭 以及對到一號球瓶 當它成一直線的時候 就是我要打的路線 好 我先來看一下 我的右眼跟中間箭頭 跟一號瓶成為一直線了 好 那我來出手 雖然我們要打的是中間的圓點 以及中間的箭頭 但是我們的人不是站在正中間喔 因為我們的瞄準手是在右邊 以我來講的話 我站的是大概左邊五塊板的地方 我的球跟出走點 就會落在中間圓點 那至於這個距離怎麼找 可以看一下 洪大哥教了十分鐘學會打飛碟球的那一集 現在留下的是四號瓶 那我們就看看怎麼用一個箭頭來找這支四號瓶 我們以前都學過 數學兩點定義直線 所以我們現在把 留下的那支單字產品 跟中間箭頭 連上一條直線 然後我們就會找它的位置 7號瓶有點難度 其實保齡球瓶大概是這麼大支 然後我把它放在中間的這個點 所以一支球瓶大概是五塊板的距離 但是我們只要摸到一點點邊就會倒了 所以大概會有十塊板的範圍 都可以把這支球瓶擊倒 所以其實在解球的時候 我們能夠把方向打準大概就沒問題了 那唯一會比較有難度的就是7號跟10號 兩個邊邊的角角的瓶子 因為它另外一邊會下水口 所以邊邊角角的球瓶 就不會有十塊板那麼大的範圍可以打 但是其實只要打到球瓶跟球瓶的旁邊 也還是會打得到的 那就比較需要比較高的專注力 好那我們再來試一下 把7號屏跟中間線頭連線 然後用主視眼去找 好找到了這個位置 是我中間往右邊 八塊板的地方 動作揮過中間線頭 就這麼簡單 其實呢我們只要能夠掌握打中間的訣竅呢 就可以打到球道上的每一支球瓶 那打到中間的訣竅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的延伸 我們的手出手之後呢 要揮過箭頭 然後跟到球瓶 我們能夠做到這個動作的延伸 基本上我們的準度就不會太差 是不是對大家很有幫助呢 下一集我們就要提供給大家 更精采的如何用攻球打出 雙手去球 是不是很期待 一定不會讓你們失望 我們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不需要打死拽的時候 一直打死拽 試著 這顆攻球好像很好用 待會兒把它倒進去吧 請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還有更多保齡球影片推薦給你